晚上好 我上次说过,素油素就是利用五行的能量,把我们身体调一调 然后今天要特别 跟大家,这是我之前那个水晶,今天用水晶能量把它调理 这个是那个利姆利亚水晶 这个 他是算是一种手术刀的水晶,因为我以前蛮喜欢买这个东西的 喜欢搜寻的 这个利姆利亚水晶呢,他这个能量还挺强大的 你怎么知道这个水晶的能量呢,你只要看着他 然后跟那个 跟你的眉心做链接 你会感觉有 因为会有跳动的感觉 会有跳动的感觉 然后他上面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也是 收集很难收藏到 他上面会有很多的线,这个线就是所谓的阿卡锡线 阿卡锡线呢,他就是里面会记录一些信息 里面会记录一些信息,像下面这个 这个会比较明显,大家会看到 上面会有一条条的 这个算是纯度最高的,我所收藏的里面最好的 我所收藏里面最好的 其他我还有 其他我还有收藏都会比较短的,像这个 这个比较短,这个也是 这个是属于倒水晶,就是他上面 上面,水晶你要 看的话,通常你主要是看上面的这一个 上面的这个切面,这是天然形成的 所以这种天然形成他会有 比较好的能量 所以这是水晶 这个是属于一颗,但这个还是比较大 所以今天用这个替大家清理 身上的 身上的那个 不良的东西 不良的东西 然后呢 帮大家清理 然后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 可能人太多,我直接用那个 帮大家清理好了 然后先 大家可以跟我这么做 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可以打开你的视频,但是不要打开那个 声音 你就会可能会有感觉 那怎么做呢 怎么做呢 你可以这么做 首先 你的双手 你的双手这样子 我们利用 利用这个手拉的能量 手拉开合起来的能量 带动你的 身体 你可以像我这样子 手是伸起来的 然后 装手是面向的 然后我这边帮大家代工 就是你跟着做的话 你会有 你会有感觉 你可以配合你的呼吸 两手配合呼吸 两手配合呼吸 然后当你 就像你的这一个双手 会有一个 能量的感觉 当你速度要慢 速度越慢越好 然后你就会感受到了 随着我在这边再帮你带 你就会有 手上会有麻麻的 越慢越好 越慢越好 大家有的 比较快点 越慢越好 然后呢 就像当你有一段棉花 吸气的时候往外拉 吐气的时候向内 然后你就可以让你的手 跟我这边的能量 链接在一起 我可以开个视频但是不要把那语音就先关着 这样子 其实信息的传递都是一个量子的信息 就是一个信念 我就是一个信息 所以能够看到 看到你的人的话 效果越好 然后这拉的时候稍微越慢越好 越慢越好 会有感觉吗 我会有感觉哦 会有感觉吗 有感觉手麻麻的 然后特别是 嗯 手麻麻是对的 手会麻麻的 这就是 所谓的气血 气血在运行的时候 我们手会有一些感觉 这些感觉包含你会手麻 会麻脏热 痒 像蚂蚁在爬血 这以前我们在练功的时候 似乎的这么说 就像蚂蚁爬血 然后大家会有身体哪里不舒服吗 然后现在呢 帮大家把它刷一刷 就是你可以站着 然后再帮大家刷一下 妈妈 那谁嫁着不听 在那儿摘了个睡 我当你也是穿个绿椅 真的 这是在嘴边那个 在那儿看到 摘了 我现在就帮大家 远程的帮大家把它刷掉 我和我所在 我来看你 我说都不做事 然然那边有在 你可以把那个声音关掉 然后你可以静下来 我现在远程帮大家刷一刷 因为今天人比较多 如果一个一个来 可能等比较久 你只要轻松坐着 然后轻松坐着 然后用这个水晶 这个像大爷是把水晶 水晶的能量 这一支能量超强的 这支能量超强的 好 我要找一下 然然师姐 可以把你的语音关上吗 谢谢 语音可以关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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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铛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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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铛��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个 还真的是挺不便宜的 五位数 人民币五位数 你会感觉到有些东西 如果你静下来,它会帮你把它拉开 你可能会感觉有良悸 因为水晶它是能够把这个清理掉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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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水晶的能量从天而降下来 从你的百会去进入 然后到你不舒服的地方 然后把那个地方包裹起来 你可以闭着眼睛 你可以观想的那个地方是灰色黑色的 进入白光把它照耀之后呢 这个水晶的能量把它照耀 水晶能量就把它切开 然后就把它清理然后不断的拉出来 有的人可能会有跳动的感觉 冰照会有跳动的感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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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髒的地方也不会去 然后你把它搅一搅之后 它就会离开了 老师大脑可以清理吗 大脑最近就是失眠 最近失眠是吧 嗯 失眠一般我是会画符 今天用水晶帮你画符 今天帮大家 所有的人都清理 就是住游 住游就远程 住到那个清理 住 失眠你有做噩梦吗 嗯没有 就是晚上睡不着 白天想睡 那阴阳有点失调了 嗯 没有做梦 嗯也没有太做梦 你一个人住吗 对的 你房子多大呢 房子大概十平左右 所以你是住单间的吗 嗯 是的 好我问你 你现在站在你的房间 然后看你是会向前请 还是向后请 微微咸咸 嗯 你再去喝一杯水 再喝一杯水 喝一杯温水 嗯 老师要加持一下吗 你不用不用 你你喝一喝一杯水 现在有点缺水 你再喝一下 嗯 好的 好 我可以再站 你再站起来 微微站着 嗯 然后放松站着 看会向前还是向后 现在好像有点向后 身体重心向后 对 你再放松 然后再感觉一下 嗯 没有太明显的感受 嗯 你说 你说这个房间有不干净的东西 这个房间有不太干净的东西 有点微微向前 对 因为你的房间有不太干净的东西 哦 是我自己的冤心债主吧 还是就是本地的 呃 那些东西呢 从外面进来了吧 因为应该是最近这两天才开始 失眠了是吧 哦 我失眠稍微有一段时间 嗯 嗯 OK 我外面刚好有点烟供 是怕这种事情 有一些 我那个东西 我先把他请走吧 来请这个家里面 这个房间的不干净的东西 离开到这里来收烟供 这外面有 太宇旧五天尊有地藏的菩萨 然后可以离开 然后你在像刚刚一样也是一样 站起来 然后问说这个房间有不干净的东西 这个房间有不干净的东西 好像还是会有一点微微向前倾 嗯 在这乱跑 你把那个刚刚那一杯水呢 给我拍照一下好了 拍照一下 拍照片吗 还是直接试头 对 你直接拿着给我看就好了 好 你待會喝一小口然後在你的那個房間稍微地面灑一灑 灑一灑在那邊稍微簡單的靜個宅 看著晚上會不會好點睡覺 遠程幫忙清理像這種一般都是要靜宅 因為真的是遊魂太多了 這個世界上遊魂太多了 好OK那還有沒有誰有其他問題的呢 清理一下 晚上看會好點睡 這就是所謂的遊魂到處跑 老師 我設了一個法壇 可不可以幫我問一下主席 那個已經有零到嗎 你是你方便開視頻嗎 還是 好就很簡單的一個法壇 等我看這邊怎麼 這個怎麼怎麼掉這個 調轉 OK 這上面有請嗎 我有請 你是去哪兒請的 我就是直接用我這些學的法術 那你直接可以問 首先你先 我問了 那問的結果怎麼樣 是好的 OK 那你感覺怎麼樣 我感覺反正就是還 因為我點這個燈 對 我最近還覺得蠻好的 OK 那就沒有太大問題了 對 老師也幫我感應一下吧 對然後你那後面是電視機對吧 對我想我想買一個那個 那個佛就是 但是我在這個只是暫時的 因為我不會在中國待很久 對 一般你可能背後就用電視機不太好 你可以弄一個紅布 紅色的是吧 對你可以整個紅布 然後把電視機照起來 就是在神明的後面 他會有的 對紅色的 我這邊也是一個利米利亞手術刀 我就把它放這兒了 挺好的 手術刀也能量也挺強的 對 好嗎 老師你看這個應該是還可以 嗯就可以 那你那個那三個是哪三個呢 哦三尊是地藏王菩薩 文書菩薩跟福前菩薩 這個是阿彌陀佛 然後這邊是道家三親 嗯嗯OK 好 這是你從那個網上買的 買來然後自己開光 對 嗯是的 嗯好OK 行吧你先供奉看看 供過一陣子 供過一陣子 嗯好 好的老師 嗯 問題哈這個 嗯 這也是水晶是吧 哦對這個也是水晶 蝴蝶形的水晶 好看嗎 我覺得還能看呢 好看啊都好看 對所有東西都好看 對這個這個也請打開 這個是因為上面上面這個應該是銀石吧 對吧 哦這是月光石 哪一個 這是月光 哦月光石我知道 然後這邊全是月光 對 講到月光石 對 然後這邊是白金醋 嗯 然後 但是 我有很多 骸骨 但是骸骨我放起來了 我覺得 但我有進化 然後我還有一些 骷髏的那個 雕刻的 我知道水晶骷髏球 對很多骷髏 對 剛好提到月光 我這邊還有一個 哎 我超喜歡的月光 我看看 哇 拉長石 好看好看 對 這個月光也是不好收集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叫啥月光我忘記了 他這個 叫拉長石 拉長石 對拉長石 對 大家可以用眼睛 你用眉心去感覺 你是跳的 你用眉心去看的時候呢 你會感覺 想像你的眉心有個眼睛 然後去看的時候 這個 這個也是 那時候也是一種拉長石 這超大的 嗯 這個很大 他就是特特殊的面 這邊也是 嗯 以前我特別喜歡玩這個 這裡至少有十幾萬的水晶 這十幾萬的水晶 哎老師到時候我給你 咱們可以相互看看啊 我中國這邊也有請多的 對 像因為那時候特別喜歡這個水晶 這水晶堆 對 我也是收藏了好多 對 這是那個 搞到最後我都不好 不敢再買了 再買 這個 這主要就是為了這個光啦 主要就是為了這個光 好 老師看我看一下這些 就是我的一個精速上 全都滿的 對 對 對 能量還蠻好的吧 對對 挺好的 水晶它會自帶著天然的能量 所以 對 能量很好 嗯 好 OK 把它調理 今天就遠程發展清理 你可能因為人人身上呢 你如果酒沒有動的話呢 那氣血會癒毒 所以中醫怎麼辦呢 就拿燈去扎 扎下去之後呢 然後讓氣血在那邊運動 所以 中醫會有一些燈叉 然後他那個 然後呢 那個 然後把他進化掉 進化掉 好 然後道醫呢 就直接用手 所以剛大家敬禮 然後遠 做好之後 遠程幫他清理 清理好之後呢 讓身體的契機 然後再流動起來 這就是道醫的方法 助優術 我今天剛好晚上有空 所以幫大家清理清理 好 那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就先下去了 下次有機會再幫大家清理 好 老師 老師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 之前有一位就是 也是 他是瑜伽那種吧 然後 他能感知到 就是我的身體 然後他有給我說 我的身體就是海底輪 就是非常的虛弱 無力 我自己也能感受到 好像就是陽剛之氣 還有 那種安全感 自信 就是還非常的缺乏 那這種情況 從這個角度 能怎麼去改善呢 一般來說 我們海底輪 就要練功 練習 要練功 練氣 對 之前我們有教洗水功 就是專門在海底輪 但是在那個地方調走 但是那個 對你們來說 可能會覺得太貴了 對 不然你就練提鋼 提鋼 哦 對 好的 謝謝老師 你的海底輪呢 你可以站著 你就站著說 我們如果以100的100來算的話 你說我海底輪現在能量只有13 我海底輪的能量只有13 我以100分來算的話現在就13 如果按100分來算的話 我海底輪的能量只有13分 好像是有點前傾 有點前傾 對啊 所以一個要提剛一個事案 說到底也是要練功 練功 因為呢 今天也才一個人跟我說 他的前列線 前列線不往每到晚上 就要起來上廁所 所以沒有不好 其實前列線真的是很好處理的 只要有練功就行了 這都沒關係 要調整海底輪 對 海底輪就是下面要 下面要有 要能夠 嗯 下面能量要強 下面能量要強呢 到家有個洗髓工 以前我有在教 那就是在男人的那個根部上垂掉重量 藉由垂掉重量 藉由垂掉重量 你把你的身體的 你男人的陰莖跟鎬丸 分別代表著你的肝跟肾 所以你把陰莖跟鎬丸 把它 鍛鍊之後 然後那你就會增強了 因為這個東西以前是 道家的一個方法 以前呢 以前如果你是修道 或者是你打坐 靜坐 一定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叫做一氧來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對這個道家 這個修行 一氧來復呢 對 就是你的陽氣 進擊生動嘛 所以當你坐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就會進擊生動 然後你的陽氣 你的陰莖就硬起來了 可是那陰莖硬起來之後呢 你就很容易就卸經了 知道嗎 所有打坐修道了都會卸經 其實把它說白了就是會移經的意思 知道嗎 所有的人 所有的年輕人 所有的男生一定都是會移經 那移經怎麼辦呢 移經那就是所謂的精官不顧 你精官不顧呢 你要怎麼去處理呢 你就必須要把你的精官鞏固起來 所以以前的道人很簡單 既然精官會漏掉 那就把它綁起來 綁起來是沒效果 那想可能是 這個綁得不夠大力 所以慢慢的增加重量 所以就垂掉功夫就這麼出來了 所以練這個功夫呢 就可以練精化器 把這個轉化掉 因為以前我教過學生 那本來都會移經的 平凡移經 知道嗎 因為 所以我之前 之前在那個油管 有發個一個 就是 就是那個 有一種鬼 有一種鬼 叫做蛋精氣鬼 你如果是讀地藏經 你就會知道 有種鬼是蛋精氣鬼 上網查也知道 專門在吃精氣的 人呢 要生火 人是吃食物 神仙呢 他們生火 靠的是香火 那鬼要吃生火 鬼有一種 鬼的精氣哪裡來 就是從人的身上而來的 所以有一種 鬼叫做蛋精氣鬼 會不會附在人的身上 尤其是年輕的男生 所以為什麼男生年輕的時候 經常會移經就是這個樣子 經常會移經 平凡移經不行了 平凡移經的話 你那個經關不顧 你身體就不行 所以 因為我以前遇過 我以前遇過這種人 他就是平凡移經 人都快掛掉了 人都快掛掉了 大概二十幾歲 但是這個也是因為 偶雲太過了 偶雲太過會平凡移經 真的 所以要練功 聖氣虛 對 聖氣他是虛的 那怎麼辦呢 你就 你就必須 必須 藉由鍛鍊洗水功 你把它吹掉 吹掉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經濟轉換 因為 這個東西叫做 環經補腦 這個叫做環經補腦 就是 我們的人呢 我們的大腦叫做腦髓 我們的脊髓 我們的脊髓 也有一個髓 然後下面呢 是聖 下面是兩聖 聖的中間是命門 所以呢命門 如果你的聖經少的話 聖經少的話 你的命門 兩聖之間的命門 他就 他就沒有力氣了 所以藉由鍛鍊我們的兩聖 藉由鍛鍊我們的兩聖 讓你的命門 命門是要有火氣的啊 所以你呢 鍛鍊兩聖 火氣上來之後 然後那個就會隨著這個 你就記水 上來這個地方 然後到你的頭頂 所以練完功夫之後 頭腦是清醒的 到家空物確實是這樣 所以 前列線啊 或者是啥的 這個 其實不難解決 因為 以前 我記得以前好像有個 有個學員 他從很遠的地方過來 好像 從那個哪 哈密 我不記得他是哪裡來的 但是我是記得他來自於哈密 因為他貼了兩個哈密瓜 兩個哈密瓜 坐著老遠的火車拿來給我 然後他說他來的時候呢 因為前列線下面 前列線會 會 會長會不舒服 所以他很難做的 我才曉得原來 前列線總當的時候 男生坐著都很不舒服 但是他練完兩天工回去之後 他已經能夠坐著回去了 所以前列線的問題啊 這個 夜尿的問題啊 為什麼叫夜尿呢 夜尿就是你晚上 你要知道人要睡覺的時候 我常常在說 你要身體好 你一定要能夠睡得著 你要睡得著 就是說 你的頭腦的頻率要能夠降下來 你的頭腦頻率如果沒有降下來 你的頭腦頻率是屬於白天的亢奮情況的話 那你的身體機能是沒有降下來的 所以你在白天的時候 你會 你產生尿液的速度是固定的 白天的時候你產生尿液速度是比較快的 如果你睡覺的時候你沒有靜下來的話 你 身體產生尿液的速度跟白天一樣 那你 你會有尿液的情況下 會想要尿尿的情況下 那跟頻率跟白天是一樣的啊 所以白天兩三個小時你就想尿尿了 晚上也是一樣 你如果沒有睡沉下去 你可能十一點睡到一點兩點 你就想起來尿尿了 所以關鍵就是在 你如果讓你睡覺的時候 你的頭腦的頻率要能夠降低下來 頭腦頻率要能夠降低下來 那個就是 就是你必須要 身體的頻率要能夠降低下來就是 所以要練功 當你 人家說精滿 精滿 精滿之後他才會 精氣神 精滿之後他才會安 以前我有這麼說的 所以 只要練對功夫 聖氣足 聖水足 神就是能安 神能夠安 你就能夠睡得下 睡得下之後 當你睡沉了 你身體才會產生自癒系統 每個人都有自癒系統 自癒系統就會自我療癒的系統 你只要睡得沉 睡得下去 你身體起來就是健康了 你如果睡不深沉 你就 睡不好 然後隔天起來精神就差 所以 我常常在說 什麼自癒系統啊 為什麼要睡得好啊 這很重要 你要檢查你自己身體是不是健康 你就觀察自己是不是好睡 你只要能夠睡得好 你身體就能夠恢復 睡不好就身體不能恢復 所以你要怎麼睡得好 睡完之後 重點是你晚上 能夠睡得好 不要做夢 不要做夢 道家說聖人是無夢的 聖人是無夢的 只要你晚上能夠睡得著 OK 晚上做亂七八糟的夢 一來就是你的身體還沒沉下去 二來就是可能就無形的干擾 所以我剛才問說 晚上有沒有睡覺有沒有做夢 如果晚上做夢 那可能就不好 比較不好的影響 如果失序 失序太多 那個都是外面的干擾 只要你失序不要太多 你就能夠自癒系統 就能夠恢復 好 OK 反正道家講的是這個 道家講的是這個 之前寫過一本書 然後再講這些東西 好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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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